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改变环境 如果在右边的3D 观看 有一个环境 而你们也看到有条红色的线 这条红色的线其实也是另一条线 你会看到环境的中间 有一个中间的环境 如果我想把这条环境延伸至红色线 可以怎样做呢 换言之我想这条环境的范围是这么多 我现在就试试去扩阔 这个环境中间的这个环境的幅度 去到红色这个箭咀的位置 首先你去这里按Edit 里面有一个选择叫Create Point Control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 那就会有一个Dialog Box出现 那你首先就要留置你的环境 那你有Start和End Change 你就可以选择你由哪一点开始 到哪一点结束 那我们也可以开始 这边的Start和End Point 你可以按左看再接 这里就要你打回 Control Description 那我们也按左看接 PC是我的Control Description 现在你就要标准你的point 这里标准的point意思是选择 你的corritor template 我现在想去改变这条线 换言之在3D view看 这条线就是这条线 我现在想改变这条线 它会拉回红色dash line这条线 我先 select这条线 这条线是因为我想去横向去改变 令到这条线跟红色的线 那我的模式就选择Horizontal Ctrl Type A也是选择Linear Geometry 现在要选择这条线 它会与哪条线 那我就选择红色 这条虚线 它就会问你会否作用作作作做作作作作为 Secondary Alignment Secondary Alignment 意思是如果 Program 开始设计Session的时候 Template 会与Secondary Alignment 相同 不会与Roway 相同 你可以再LK Accept Priority Set als 1 Offset 不用Set 只需0 你可以看到3D View 中间那条路线 就会即时扩阔出来 而扩阔的位置 就会与线着这条线的线 做了一个Point Control 之后 如果你想做一些Modify 即是Modify Point Control的Setting 你可以在这里按Corridor Object 再调整个Corridor 左边这里有一个Point Control 这里就会有Point Control的Setting 如果你想禁止Point Control的话 你可以按摩这个Tick 如果你可以看了3D View 一按之后 它就会禁止Point Control 它就会变回原本的形状 就会变回原本的形状 就会变回原本的形状